我不说篮球这个东西吧 那我就说你平时出门吧 他有个习惯 就化妆的时候他喜欢看剧 看剧看到精彩的部分 他就停下来化妆 他就看剧 然后看个20分钟 看个半个小时 然后他再想起来 我还在化妆 然后再转过来继续化妆 他化妆还有他拖延 我已经摸出了一个体系 他一般跟我说什么 我现在开始收拾了 那估计还躺在床上玩手机 然后跟我说什么 我已经在路上了 那可能刚出门吧 车还没坐上呢 他跟我说两三分钟 别催了 别催了 我马上就到了 那估计刚上车 所以你们在两年多的 行政与反行政的工作中 大家都总结出了一套 对付对方的经验 是吧 还想谈这恋爱吗 想是想 想是想 这句话太有深意了 你就说但是吧 就是我每次和他吵架 问题就出在这儿 每次和他吵架 他不会跟我交流 他就自己去想 然后我就一直哄他 一直找他 一直用热脸贴冷屁股吧 然后他从来都不 给予我任何的表态 从来没有正面跟我交流过 然后到后来我自己就皮了 我就不想再找他了 然后他就觉得 我不在乎他了 我就不在意他了 我对他不相信了 我在意啊 那你在乎他吗 在乎 那他为什么过生日你把 这不就是那歌词唱的吗 连名字都叫错吗 你这个太可怕了 这个事真不是我去弄的 今天两位来希望怎么样呢 我就是希望谈一场 特别简单 然后没有什么秘密 没有什么猜忌 就好多杂事那种 特别简单的恋爱 就是两个人都想着对方 我希望不说找到以前的感觉吧 就是我希望我们两个 能转变一下 现在的相处模式 可以让对方更轻松一些 听明白了 你来是为什么呀 我来就是觉得 他已经成为我生活里的 一部分一种习惯 我觉得割舍不掉 但是我觉得我们俩 又有很多的矛盾 知之无畏 弃之可惜啊 对 你就说鸡肋不就得了吗 就这意思吗 那从那绕绕绕绕绕 行了 你们看怎么办吧 你自己的丘比特务间 刚才那个师妹喊师哥 帮我修一下这个车 这话怎么这么压力 没说修车 不是修车 就师妹喊师哥 说师哥 她就去了 对 就师妹一喊师哥 然后你蹭就过去了 就把女朋友扔在边上了 你知道我曾经真碰上过 就是我自己这样的事啊 我搬一个电脑一体机 然后碰到我们邻居 还都相识 邻居一个男生 和他的女朋友两个人 一起下楼 我要把这个一体机 搬到汽车上去 但是往上抬的时候 太沉了 我抬不上去 然后这个男生就看到我了 因为都认识 他想要来帮我 但他做了一件事 他先回头跟他女朋友说 哎 媳妇 你看他搬不上去 咱俩要不一起过去 帮帮他吧 要不然那电脑 就摔地上了 他媳妇说 哎 好啊 俩人就过来一起帮我 这就证明 这个男生非常清楚 现在身边 跟我站在一起的是谁 对面那个女人是异性 我有自己的边界感 我有自己清晰的意识 我怎么做 会让我心爱的人心里舒服 我怎么做 不会伤他的心 不会冷落到他 所以 当你真的把它 放在你的心上的时候 你做凡事都会考虑周全 记住了吗